我发誓 我以后 再也不耍你了 我想白犯一件事情 想让你扮演我的北风戏 我喜欢的人 和他心里那个人 要独处一夜 谁知道这个选择 能发生什么事情 是我喜欢上了一个 不该喜欢的人 你发个誓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连这个你都不正经 你看什么呢 看往哪儿看啊 你这个人真的是 对什么事情都这么好奇 行 来来 坐坐坐 我跟你说 你是个人的 什么 那边很好看吗 我们交往吧 不好意思啊 我问一下 你们夏经理呢 你 你打听我们夏经理干嘛 哎呦 小姑娘 我不是坏人 我找到有事了 不好意思 我不能跟客人 透露员工的个人情况 你怎么又在我家啊 你还好吗 你说你堂堂一个副主编 家里连口吃的都没有 看你家太不舒服了 你有什么事吗 这么晚回来 约会去了 你还好吗 你说你堂堂一个副主编 家里连口吃的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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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家太不舒服了 这么着急谈的呀 关你什么事啊 副主编 我呢 是真心地 想掏心掏肺地 跟你讲两句实在话 眼见为实 听说过吗 我没时间跟你归扯 就连这句话 都有可能是不可行的 我要叫保安了 在这个世界上 你不能用你的眼睛去看 你得用心 追求你的心 明白吗 所以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的确有话要说 但是我还没想清楚 这个话究竟是不是 应该由我来说 我来找副主编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我真的 对那两个人我说不出口 归根结底 所有的事情 都是应付着便而起的 看你这样子 虽然是最可祸首 但是也挺无辜的 先这样吧 等我想清楚了 好 再来的 没事 别着急谈恋 连人家姓什么叫什么 都没搞清楚 哪来那么大的自信 请请问问问